Hello 大家好 我是天璇 今天這支影片要教大家Vlog的背景知識 敬畏制與敬畏轉換 敬畏制是一種表示物品數量的方式 最常見的實境制是由數字0-9組成 由下往上數依序是0-1-2-3-4-5-6-7-8-9 到10的時候他就會敬畏變成二位數10 所以他就叫實境制 至於數位系統比較常用的兩種敬畏法則是 2敬畏跟16敬畏 2敬畏只有兩個數字0跟1 所以到2的時候就要敬畏了 他由下往上數是0-1 然後就敬畏變成10 16敬畏是由數字0-9還有6個英文字母A到F組成 由下往上數依序是0-1-2-3-4-5-6-7-8-9-A-B-C-D-E-F 到F之後就敬畏變成10 接下來說明每個敬畏的位數全中 10敬畏由各位數往上分別是10位數百位數 小數點後則是10分位百分位 他們代表的意義就是10的幾次方 像這個4就是代表10的1次方 所以這個4其實是40的意思 2敬畏也有相同的性質 只是底數由10變成2 像這個1就是代表2的3次方 也就是8 這個0代表2的-1次方 也就是1分之1 0.5的意思 16敬畏也是一樣 大家可以暫停一下想一想每個數字的權重分別是多少唷 有了基礎觀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敬畏字寫成像這樣子 這個其實就是把我剛剛說的 每個位數的權重不一樣 把它寫成數學的形式而已 像A0乘上10的0次方就是個位數 A1就是十位數 往上到N位數 一直類推 小數點之後 A-1代表十分位 A-2代表百分位 往下一直到小數點後 M位 二進制的數學表示法也是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每個數字的權重就是2的某次方 那16進制呢 其實也是一樣啦 就是把底數的2換成16而已 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不同進制的數要怎麼樣轉換 進制轉換的概念是它們的數量都一樣 只是表示法不一樣 像右邊的鍋子裡有12顆蛋 用十進制表示就是12 用二進制表示則是1100 十六進制是C 但它們值得都是同樣的這些蛋數量並沒有改變 進制轉換的原理可以由數學式來推導 以二進制為例 左邊十進位的423是原本的數字 右邊則是我們的目標 9出AN AN-1 一直到A0 我們先對上面這個4值除以2 423除以2是211與1 大家可以發現上面藍色框框的部分都是2的倍數 所以它們可以被2整出就會變成3 綠色框框框的部分因為沒有辦法整出就會變成魚數 而魚數代表的就是A0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3寫成右邊這個4值 因為要 這邊要注意因為已經除過2了所以次方數都會-1 接下來我們繼續同樣的步驟 把211除以2 藍框框裡的像可以被整出變成3 後面的魚數就是A1 我們把它填到右邊的表裡面 接著我們繼續除以2就會得到A2 A3 A4 一直到A7 除到最後的3就是A8 大家不要忘記喔 填完表格之後我們就可以把423寫成2進制1 101010 0111 16進制的轉換也大通效益 我們先把原本的數字除以16 可以從魚數得到A0 再把3除以16 可以從魚數得到A1 最後的3就是A2 不過如果知道一個數的2進制表示法 我們就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找到16進制的表示法 因為16進制每個位數可以表示16種可能 剛好是2的4次方 所以每4個2進位的數字剛好可以對應到一個16進制的數字 就可以利用這張表快速轉換 像是剛剛的423 1在16進位就是1 1010是A 0111是7 其他的進制轉換回10進制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只要把每個位數乘上他的權重再全部加起來就可以了 以2進位為例 我們可以把110 0111 欸 110 1001 寫成下面這個樣子 2的6次方就是這個 5次方是這項 0的部分我們不管它 接下來就把它寫完 加起來之後的105就是10進位的數字了 這邊有三個練習題 有興趣的人可以做一下唷 分別是10進制轉2進制 2進制轉10進制 以及2進制轉16進制 答案我會放在影片最後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Aqu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